这两支球队在中超联赛当中总共有11次的交锋 上一上岗是取得了6胜5平的不败成绩 这一下子使得他影响自己的发挥 另外一个呢 阿希姆峰在那个位置上 对他来讲他其实也算是第400元 是 好了 双方上场的比赛已经正式打响 两番 自己带球 边路 四处路线传 吴卡丽 漂亮 乔纳森点球点位置飞升 逾越重点 1-0 关键 这球传的好 乔纳森在加盟到中超联赛 上半年一共才进了两个球 但是没想到我们看今天这开场之后 丁尼泰达队第一次的有威胁的进攻 第一次的射门就收获了进球 是 白岳峰尽脚球传的好 因为不管是白岳峰还是李源一呢 都不是靠速度过人的 两人都有不错的小伙法 上一次传中呢 没法过人 所以李源一传得很勉强 队友也知道他这样一个位置 中拳户里面曹阳停球出现失误 上海很好的反击机会3打3 奥斯卡携传力量稍小 阿尔克森反身再传在进行里面 吴磊 好消灵 吸引出守门员挑射破门 但是天津泰达的多名球员指向了边才 认为吴磊是有越位 主裁判呢 刚才是判定进球有效 对 所以看看这个士兵助理裁判回放之后 是不是判定这个球有效 但无论如何 吴磊开场之后 这种灵活的跑位啊 还是非常棒 那我们看 首先是中拳户里面老队长曹阳的停球失误 帮助上海上岗的发起了这次3对3的反击 对吧 应该是不越位 把迪安斯落在后边 其实曹阳跟白岳峰两人呢 行动是统一的 把迪安斯拖在后边 最后吴磊这脚打得也好 是 吸引直守门员推一个圆脚 曹一康把球抢下来 中天长又是上康断球 再浪进军里挑 机会来了 漂亮 哇奥斯卡 2比1 机会呢 还是抢出来的 蔡卫康在边路一通抢 嗯 虽然他后手船丢了 然后再抢之后给对方压力 情急之下 太大的球员船向前直传的时候呢 又被复欢给断了 对 断下来之后马上这波进攻就起色了 来看一下 就这一下 是被贺冠断 随后呢 我们看 误打误撞 上岗呢 正好把这个球垫到禁区中央 哎 我们看奥斯卡这一脚 这是高水平的 跟着球走 上岗上岗才是投球先顶了一次 紧接着大脚解围 这样的双方上场比赛结束 上边上方说过 如果右边路起 然后在杨帆那儿 吴磊开始采取上一场那种进球的方式 进攻的方式 可能就有机会了 中场又是上岗断球 分球给到右侧 波尔克 好 哎呦 你出 吴磊 鱼海再加奥斯卡 看这球 波尔克在正中间的位置 接应到了埃尔克森的横船 汤一步调整出自己射门的线路 还好是什么人度假 注意力高度集中 技术能力强力外呢 心理素质过去 哎呦 你看后 其他人就不一样了 结果直接被上岗断到 给他进去里面 挑回来 还要打 还有机会 火尔克森 最后还是把这球给打进了 3比1 还是抢出来的机会 大家一起划船吧 就是上岗香港新的这个团队 庆祝的方式 可以凑齐一条龙了 我们之前刚说过 米克尔不怕抢 结果他传篷球把人带走之后 杨帆再给曹阳传的时候 就传偏了 而且今天似乎天神太太 运气很糟糕 传丢了球之后 也能补 但是总补不回来 这是经历了三四下了 上岗才射完门得分 都没补得了 火尔克 阿尔克森 又一个 阿尔克森进球 4比1 上半场呢 阿尔克森给吴磊 送出了一条助攻 我们看这条 这个球是谢维军 停球逐渐失误 杨帆跟他杨帆没关系 杨帆不过来 杨帆等于是过来背锅了 阿尔斯卡找到了凤隙 看华尔克 王进去里带 传到门前 空门 阿尔斯卡再进一球 打的是真清楚 而且这球的发动者是谁呢 十颗 后场把球断下来 敲给奥斯卡 然后再跑 航空出去以后 就变成了最后一个空门 对 就这下 你看啊 杨帆 跟过来 这一跨步 再跑已经带不住了 最后 阿尔斯卡 这都有足够的空间 停一下 再打门 今天同时进行的本轮焦点战役 广州恒大和北东国安 到目前呢 还是没有进球 看这球 再补射 球进了 上岗上岗刚刚调整了后防线 结果天津海达就取得了进球 比赛呢 正好是来到了80分钟 我们看一下这球 不跃位 李源一 左右脚并用 先是左脚的凌空的扫射 被守门扑出来 结果倒到地上 顺势右脚再一捅 获胜全取三分 就将追平北东国安 而我们这场比赛 上岗上岗5比2 各场大获全胜之后 积分46分 反抽北东国安 要来得到 我们下岗上岗的凌空